中国在2009年将全民健身列为国家战略 去到2020年全国已经有7亿人 每个星期最少做一次运动 科技就成为推动体育运动的重要支柱 现在在广州、北京、吉林、福建等多个省市 都设有智能体育公园 园内设施有智慧资讯系统 市民用之前先在屏幕上用面容识别登记 之后可以看回自己的运动时间 跑步距离以至消耗的热量等等 而系统也会根据市民的年龄、身高、性别 提供度身订造的运动建议提升运动的质素 不少科技企业也都推出智慧运动产品 例如智慧健身镜 可以按照镜的人工智慧指示进行训练提高效率 也有科技公司运用虚拟实景技术 让用家可以不受场地限制参与滑雪、足球和赛艇等活动 科技创新令到做运动不再肤躁 也都令到中国人在提升身体质素上 继续迈步向前 新时代新体验 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 全新感受用 全新感受到点重要的 创产器